AudioJungle 敦克尔克大撤退作者 格格乌志图 孙绿教稿 毛斯图编辑 白欧奥斯卡颁奖 刚刚结束 人们惊奇地发现二战题材成为了最大赢家 描写时间点相近的敦克尔克和《至暗时刻》 两部因为世界的主旋律电影 均获得了大量提名和奖项 引人关注 其实回到历史的场景中 刚刚上任组织这场撤退的丘吉尔 原本对撤退不抱任何幻想 我们应该能撤出五万 不对 如果能撤出十万 那就非常了不起了 纳粹的两支装甲部队已经大兵压境 盟军危在旦夕 能撤出几万是几万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此时 希特勒却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并划出了停止线 这道惊人的停止线使得因法最终撤退的是兵人数 达到了33.8万人 是预先估计的7倍 也让这两部电影有了剧情展开的空间 时光过去了大半个世纪 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解释希特勒的异常行为 今天的文章 就借着奥斯卡颁奖现场的热度 重新看看故事背景里援手行为的几种解释 解释一六军高层内部冲突 在希特勒5月24日下达停止命令之前 装甲兵团司令克莱斯特就曾在23日 特令军队停下脚步 纳粹装甲部队在法国北部快速推进时装备磨损严重 需要修整 也属情理之中 事实上 有人认为突击部队的车辆中 有50%需要修理或保养 入侵法国的德军装甲部队 弹兵贵神速 部队修整若是延误战机则得不偿失 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就反对一线指挥官修整的命令 并试图夺走前线的控制权 24日晚上 哈尔德下令挺进敦克尔克底线 然而一线军官拒绝执行命令 仍然命令军队修整 德军高层的摩擦给了盟军喘息的机会 双方的争执一路闹到希特勒那里 一线指挥官的意见得到了元首的支持 并最终形成了一道令人意外的命令 哈尔德典型的职业德国军人 以今天后见之名来看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道修整的命令延误了战机 但站在当时的装甲兵团指挥官角度来看 在没有预料到英国调集水上运输队能力的情况下 暂时的修整显然力大于弊 首先 在盟军的撤退中 反坦克和重型武器并没有遭到毁灭 盲目推进只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英法联军当时还持有500门反坦克炮 750门高射炮和1200门大炮 对单独突进的战车是巨大的威胁 恐启困兽游斗第二 装甲部队虽然机动性高火力强 但是缺乏步兵支援时 难以单独形成攻势 再加上德国的补给线 拥堵250公里 随时面对盟军轰炸机的威胁 战备调度状况 也急需时间调整 第三 装甲部队不适 何在敦克尔克沙地作战 如果强行前进 会造成德军上千辆坦克的磨损甚至报废 考虑到当时全德国每月只有200辆坦克的产能 保护装甲部队的连续运转能力 对德国下一步的侵略至关重要 1940年6月21日 法国投降前一天 一辆德国装甲坦克 越过了法国的埃纳河 第四 法国战场其他地区的战争并未结束 潜伏在推进沿线的法军 随时汇出来游击德军 如此不明朗的局势 给德军官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高层指挥官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盟军在路上阻击他们 如果快速推进 侧翼非常容易遭到伏击 对战局非常不利 然而海峡对岸 可能绝望的多仅是 二赫尔曼戈林抢攻德国陆军 在欧洲西线迅速推进 纳粹党内威望极高的党内第三号人物 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 却不愿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陆军 一副纳粹接班人的样子戈林 在1935年 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 但实际上他不时流露出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厌恶 这使得他与陆军高层龙梅尔 马斯坦因等职业军官之间相互鄙视 纳粹高层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当了老二就容易骄傲 想为我独尊闪电战征服波兰 突击阿登高地等成功战役 让陆军在党国面前风光无限 这一次如果拼任德国装甲师在敦克尔克处近风头 大批陆军将官必然会得到升迁 戈林在党内的地位也就会大受影响 还可能会影响到空军的军费预算 作为参与啤酒馆暴动的元老 戈林和希特勒私交甚深 深受元首的信任 为了给自己和空军争取更大的利益 戈林经常利用与元首亲密的私交 来影响他的作战计划 希望德国空军在作战计划中发挥更多角色 在预想的胜利到来后分道一杯羹 1936年4月 德国空军高层所起为航空部次长埃尔哈德米尔西 戈林 希特勒冲锋对参谋长维克多卢策然 而德军的正式机场 离敦克尔克海滩 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德国轰炸机如果要投入战斗 只能从德法边境 或者是法国境内的临时简易机场起飞 严重影响了作战质量 它的对手皇家空军则距离基地更近 飞机的机动性和作战时 长度处在优势地位 在之前的战斗中 英国皇家空军已经成功击落多家德国轰炸机 但戈林不顾事实 仍然在援手面前大肆吹嘘 表示德国空中战斗 才是此次战役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空军在总司令戈林的指挥下 对盟军的轰炸从未停止 并试图彻底取代陆军推进的作用 大英帝国的飞行员们功不可没 但问题是 德军在敦克尔克滩图上的轰炸 真的能决定战局吗 航空炸弹的作用是依靠高速弹片 建筑铲片 以及引起的冲击波起到杀伤效果 然而在沙滩上 爆炸只会炸起一层沙子 柔软的沙滩还可以有效地缓冲炸弹下落的冲击力 大大降低了炸弹的杀伤力 为什么其中仿佛有几个戴了绿帽子轰炸沙子的效果 并不好盟军在轰炸中损失轻微 德国空军却在皇家空军的攻击中频频被击落 整个撤退期间 英国空军以损失106架战机为代价 成功击落了德军140架飞机 从戈林坚持让德国空军深度参与作战的角度讲 很可能是戈林的急功近利 成就了敦克尔克大撤退 解释三希特勒向丘吉尔施好 按照德军的战略部署 敦克尔克战役之后 德军将展开对英国本土的作战 必要时还会占领英格兰全岛 但希特勒的内心里 并不想与英国人真的开战 只是想通过一些局部战争 恫恶英国 在元首希特勒的理论中 英国主体民族安格鲁撒克逊 是众多日耳曼部落的总称 也是古日耳曼民族的后裔 很大程度上和德国人同源 纳粹称英国人为荣誉日耳曼人 如果德国和英国开战 则与纳粹一贯宣扬的种族观相悖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 当时德国国内希望促成英德友好的纳粹高层大有人在 格林在德军打败波兰后 曾与英国首相张伯伦秘密联络 也透过了注墨西哥的代理人乔吉姆赫斯莱特 与美国总统布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进行过几次会谈 力促达成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和平 英国的海外资源与盟友 足以支撑英国的长期抗战 另一方面 英国作为第一殖民帝国 作用澳洲 加拿大 印度等广大殖民地 无论是从原材料 能源还是在人力方面 都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本土输血 使其具有和德国抗衡的实力 况且自1066年的诺曼征服以后 还没有任何外来势力成功入新国 英国本土 希特勒清楚德国海军的尽量 想要击败皇家海军 从而渡海占领英国 对德国人来说要求未免太高 海峡虽然不宽 但你就是过不去给英国点教训 然后让英国体面地退出战争 并保持中立 也许是希特勒心中的算盘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希特勒叫停前进中的德军 可能也有如此的考虑 如果德军在敦克尔克把盟军逼上绝路 造成盟军损失惨重 那么希特勒将彻底失去与英国谈判的机会 英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全面抵抗 对大陆的德军发动猛烈反攻 然而放走了英军 英国也不打算妥协 即使无法构合英国 让其保持原有的孤立政策 不拉美国下水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 对于意图东扩的希特勒来说 在欧洲西线全面树敌并没有好处 和英国慕邻友好 从价值观层面出发 帮英国对付老对手苏联 甚至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 这才是对德国将来军事扩张最有利的选择 不论出于哪种原因 历史上的德国装甲部队 最终止步于敦克尔克 20英里的地方 给了盟军喘息的机会 对于英国来说 丢弃上万辆机动车 数千门火炮不重要 固然可惜 但与 保存了自己士兵的生命相比 这算不了什么 几十万经历过敦克尔克大撤退的英国职业士兵和盟军战友 日后将会成为英国全面抵抗德国入侵的宝贵力量 果不其然 四年后 重新装备了新式武器的老兵们 和来自美国的新鲜力量一起 坐上登陆艇反攻上了欧洲大陆 只是他们登陆的地方 不再是那个叫敦克尔克的伤心的 而是征服者威廉当年出发征服英国的根据地 诺曼底 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国局了 理地球知识局微信公号 地球知识局&